哈喽哈喽 现在我录一个影片 然后介绍一下这台相机 这台相机 它是尼康的一款 小长焦机 7倍的数码背脚 然后它的型号是 S6100 然后它的配件是 就像我那个虾皮主页上说的一样 就带一块电池 这个电池你可以 可以不用准备 充电器的话你可以在那个网上买一个万能充 或者买一个原装的充电器都可以的 然后它的 内存记忆卡是这种 它叫SD卡 SD卡是最便宜的一种内存卡 然后到处都是 你可以在那个网上或者说在现地买一下都可以 然后我测试试机的时候 用这个4G的试一下 4GB的 然后如果说4GB的可以的话 然后你就买4GB 或者4GB以内的 最好是我买一样内存的 因为如果买的太大的话 我担心这个这个机器带不动 我们拿4GB的测试一下 然后放进去之后我们进行开机 开机按键的话在这个位置 开机之后第一次电池拿出来再放进去的时候需要我们设置一个日期 因为这台的话它是触屏的 所以我们可以进行一个触摸的设置 好设置完了 设置完了 然后这个镜头是正常有弹出 然后我们看这个 屏幕 屏幕的话是没有任何瑕疵的 这个我这个 我这个墙壁是白色的 然后我们可以用这个白色的背景测试一下这台相机的屏幕 屏幕的话是没有任何的黑点阴影 发黄都没有的 非常的非常 状态非常好的一台相机 然后我们试一下 按键 按键的话这边有一个 进行一个模式的一个调整的一个按键 然后这边的话是自动摄影 这个的话就是各种 滤镜 滤镜的话说白了就是 它有预存吗 比如说人像模式 然后风景模式 运动模式 然后我们直接拿手点就可以了 点了之后这边有一个更多的设置 比如说这个的话是 闪光灯 这个的话是延迟 延迟设 然后这个的话就是各种 这个曝光不正 然后我们试一下闪光灯 闪光灯是比较重的 好 闪光灯是正常的 如果说 这个闪光灯都明显一点 我把灯关了再拍一张 好 这个灯亮的话呢 意思就是闪光灯正在充电 好了 我闪光灯是很正常的 然后其实也没有别的按键 就是这个 嗯 他让我等一下 因为他正在什么 储存这张照片 然后这边有一个什么 设置 设置的话在这个位置 然后我们看一下能不能设置中文 啊这个很遗憾 就只有英语和日语 因为老乡级的话 日本本土版的话 一般都只有日语和英语 然后其他的如果你有看不懂的可以问我 其实这个操作也是比较简单的 主要就是这个滤镜嘛 因为大家都拍照的话 就用这个 滤镜嘛 各种那个设置什么的 进行一个不同的感觉 然后进一步设置的话 就在这个位置 可以那个调闪光灯 自拍 这边的话就是防抖动 还有一些录像的一个画质 设置 然后录像的话 我们按这个键 这个键是快捷的 按下键之后 这就开始倒计时间录像了 这个28分钟就是说我们这张卡可以拍28分钟的这个短片 再按一下 就结束这个录像 然后同时它会进行一个保存的一个操作 好 回来 回来之后按这个键 这个键的话是相册模式 就是看看我们刚才拍过的一些内容 这个是这个卡里原来的主人的也是 然后这台相机我先介绍到这 所有的按键都按过了 然后如果说你有不懂的话可以再问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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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